我说 那个不一样 古时候的红柜沙打的是会痛的 现在是不会痛的 为什么 以前吹起来的是那个 粗颗粒的沙 现在吹起来都是 粉泥都是粉尘 那跟整个浊水溪 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整个冬季的 这个流量 大量的减少 现在 在 那个张云桥以下 罗水溪已经记录到 断流 在 十一月到一月 这段期间经常 记录到流量是零的 所以 本土沙尘暴 就会越来越重 前几年 河端举花了很多钱 去做这个诊治 然后前两年就 张化跟云林 好像这个 沙尘暴的问题就 没有那么严重了 他们就说 我们做得很好 他做什么 他去做普提 普提 普提把那个水攒起来 那攒起来之后 水的覆盖面积就增加了 裸溜面积就减少 所以就比较会有阳层 另外他在高滩地的地方 挖一些水池 让他 这个河岸保持湿润 所以他就说 有效 但是 第一个受害的就是下游的 麦良 以前 麦良冬天的时候 因为是接近河口 所以 多少都还有一些水 所以那个 阳层的问题不太严重 结果他 现在把他燃在 西螺那个地方 所以西螺的 红灰刷 减轻了 下游的 这个麦良反而更严重 第二个 两年之后就破空了 今年又开始 扎神爆了 那前两年为什么有效 其实不是他 他做的那个有效 是老天帮忙他 前两年没有什么台风 前两年没有什么台风 所以他 从上游带来的土石 比较少 那今年就有台风 所以今年的那个 河川的那个裸露面 其实就大很多 因为夏天的时候 带来一大堆 杀石 所以今年 九月底 第一 第一道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二轮的 那个PM10 就 雕破500 雕破500已经快要死人了 是非常有害的 那 前三年最严重的时候 曾经 雕破1000 不过 今年 搞不好这个 风向如果刚好 也有机会 因为去年 前三年最严重 那就是在11月11号 整个中部 包括乌溪流域也是 阳城非常严重 那现在 还不到11月 所以还有机会 破机率 另外讲一个 也是 水利单位的上署 经济部